热点资讯,时事点评,大家好,我是小枫 2022年5月24日,中俄进行了2019年以来第四次中俄轰炸机进行了联合巡航 强而有力地震慑了不安分的日本与韩国 但是万万没讲到,仅仅六个月之后的11月30日 中俄两国就举行了年内第二次联合巡航 这次战略巡航是由中国的轰6K轰炸机和俄罗斯图95MS战略轰炸机组成的空中编队 在日本海和东海海域上空进行的联合空中巡航 俄罗斯方面的苏30SM及苏35S战斗机为编队护航 中国空军派出了两架轰6K轰炸机 俄军远程航空兵派出了两架图95MS战略轰炸机 联合编队在的航线先后靠近韩国和日本 日韩都起飞战机进行监视 同时,中国海军的舰艇编队还穿越对马海峡 进入日本海,进行了远海机动训练 韩国空军出动了F-15K和KF-16等战机 对俄军机进行了超过30次无线电警告 日本航空自卫队还起飞F-15G战斗机进行跟踪监视 但中俄轰炸机未语应答 在执行联合战巡任务期间 俄罗斯的图95MS轰炸机在中国机场着陆 而中国的轰6K轰炸机在俄罗斯机场降落 这是两国执行联合巡航任务以来 首次有轰炸机在对方机场交叉降落 可以说冷战结束以后的30多年以来 世界上也没有出现过轰炸机互降的壮举 由于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是一个大的作战任务行动 除了两国的战略轰炸机 还需要有其他战机护航和支援 俄军共派出了15架以上的军机 除了从远东乌克兰卡空军基地起飞的 图95MS轰炸机之外 还有从海声威起飞A50预警机 苏30SM和苏35战斗机等 有媒体称中国空军还派出了空警2000预警机 进行指挥和支援 以及苏30MKK和歼16歼7机进行护航 中国空军运游20加油机 为执行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任务的 歼16重型战机提供加油 同时中国空军的歼16重型战斗机 护航了俄罗斯空军的图95MS战略轰炸机 这说明歼16重型战斗机已具备装备条件和技术 中国空军的歼16重型战斗机可以全程半航 侧尾系列战斗机的航程本身就有3000公里以上 以后中俄战斗机轰炸机都可以尝试互相加油 中国有苏30和苏35也有1278 中国的苏30和苏35能够接受俄罗斯的1278的空中加油 俄罗斯的苏30和苏35也能接受中国1278的空中加油 完全能够满足全航程护航轰6的任务 如果给轰6N远程轰炸机加油就不用换班了 在2021年中国军机抵进日本附近海域超过600架次 俄罗斯军机大约200多架次 为监视跟踪中俄战机的接近 日本空字每次平均要战斗起飞4架次飞机 这意味着去年有3000多架次战斗起飞 用于拦截中俄飞机 这让日本航空自卫队疲于奔命太难了 在中俄联合战略巡航的消息发布以后 看到有朋友惊呼中俄联盟了吗 中国开始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了吗 其实这次两国轰炸机首次在对方机场降落 是一个正常的安排 目前中俄双方每年都举行一到两次联合战略巡航 而且每次联合战巡都有逐步紧密配合的安排 例如去年中俄组织轰炸机相互飞入对方领空进行编组 但还没有相互降落 今年的相互降落对方机场就是顺理成章的步骤 中俄联合战略巡航的路线非同寻常 两国轰炸机相互穿越领空交叉降落 密切协同作战 实施的非常贴近实战化的行动 打破了某些国家形成的导链枷锁 空军的机场对于一国空军来说肯定是比较隐秘的 如今竟然可以互相降落使用 这说明两边互相已经相当信任 堪称名副其实的背靠背关系 第二 机场作为维修保养战机的重要场所 如果能通过互降实现互用 那么一旦有事 两边的机场设施就很有可能可以实现互通 这就意味着两边空军可用的机场 一下子就多了起来 那么也就意味着两边空军的实际活动范围 可以大大增加 平时互相降落 还有利于双方飞行员 互相熟悉对方的机场情况和飞行路线 一旦有需要马上就可以用 在中俄两国没有军事结盟的情况下 中俄两军的轰炸机编队互相穿越对方领空 并进行交叉降落 这充分显示了中俄两国的高度互信 这种关系完全能让日韩如芒在倍 毕竟中俄轰炸机互降实在是太吓人了 如此以往 中国轰炸机直接从东北起飞穿越俄罗斯领空 模拟打击日本本土绝非不可能 俄罗斯在远东地区部署的图95战略轰炸机的 向东北飞行先跨越勘察加半岛 然后再沿着阿留申群岛飞行 最后北太平洋上空发射远程巡航导弹 以导弹轰炸美国的本土 这条航线是十分重要的 美国研发的新一代隐形轰炸机B-21突击者 将在不到一周内正式地公开亮相 美专家叫嚣称 B-21对中国具有非常大的威胁 在战时这款隐形轰炸机可以突入中国境内进行纵深打击 从而彻底摧毁中国境内的重要目标 而一枚欧亚时报则认为 美专家的观点完全是异想天开 并且低估了中国的战争潜力 研制隐形轰炸机的又不是美国一家 中国轰-20甚至可能就在近期亮相 一个日本自卫队高级军官表示 如果在12月2日前的一个早晨醒来时 就听到了轰-20战略轰炸机首飞的消息 我不会感到一丝震惊 在美军轰炸机起飞之前 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 轰-20从我国东北的机场起飞 然后跨越俄罗斯远东的领空 沿着日本海 勘察家 阿留申 北太平洋的航线 飞去美国附近玩玩 先发制人打掉美军轰炸机基地 而美国军方目前在澳大利亚选中了新的军事基地 美军方这个基地 在中国的东风系高超音速和反舰弹道导弹的射程之外 相对安全 可以部署B-52战略轰炸机和B-21战略轰炸机 然而美军的想法只能说是太简单了 英美表示 如果轰-20快速投入使用 就能够先发制人打掉澳大利亚的美军轰炸机基地 解放军不可能不考虑眼皮子底下明摆着的威胁 对于隐形轰炸机 澳大利亚根本没有防御的能力 不像中国为了防御美军的隐形轰炸机 专门构建了完备的反营体系 美国的轰炸机根本供不进去 解放军的轰-20引轰还可以携带高超音速导弹 目前解放军有两款空射的高超音速导弹 一款是类似于俄罗斯匕首的中型高超音速空射导弹 一款是在DF-21基础上研发的大型空射高超音速弹道导弹 前者射程在1500千米以上 这可以确保轰-20在绝对安全的范围 对美军的战略轰炸机基地进行精确打击 轰-20的两个弹舱可以携带12发中型高超音速空射导弹 可以发起饱和打击 而大型的空射高超音速导弹则只能装载三发 大型的空射高超射程更远 据称可达6000千米以上的射程 目前正装备在解放军新一代的轰-6N轰炸机上 这意味着即便是在中国本土上空 轰-20发射的大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 都能够达到远在澳大利亚的美军轰炸机基地 并将其彻底抹平 美专家最大的问题还是过于低估了解放军的实力 和中国的战争潜力 以为后撤到二岛链外挑衅 解放军好像就拿美军没有办法了 实际上解放军的军事力量 现代化的速度比美军还快 美军若是不能够重视中国的真实实力 将来还是要吃大亏的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